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在家复可嘴的环家小点心 瓜子记得要提前炒一下 将瓜子壳和瓜子仁分成两份 可可千万别丢后面会有用 先来处理瓜子仁的部分 再多一点薄荷 我家的薄荷都被我耗凸了 清洗一下加点清水 打成薄荷汁 然后到清锅里加一点油 开小火不停地煮直到熬干 把其中的杂质过滤掉就得到一瓦泼和油 倒入瓜子仁 浸泡上6个小时 接着来做瓜子壳的部分 详细的配方放在屏幕上咯 瓜子壳上的黑线我们用黑芝麻来做 将黑芝麻和清水一起打成汁 然后过滤出黑水 揉出黑黄两种面团 调一个品相好的瓜子作为样本 将面团分成小剂子 黑色的大约是0.5毫米 黄色的是0.3毫米 面皮和面皮之间刷点油 像我这样叠放在一起 继续的拉长擀平 直到和瓜子的高度差不多 每次切之前都记得要冷藏10分钟 把其中的一端捏起来 看着横解面是不是就特别像瓜子了 再次冷藏10分钟 还记得前面的瓜子仁吗 放在厨房纸上洗干水分 瓜子皮的厚度大约在1毫米左右 不能太厚 也不能太薄 要不然在包瓜子仁的时候很容易把皮压破 两片瓜子皮中间夹上瓜子仁 因为在做的时候有加猪油 所以说揉着揉着就会出油了 把形状调整成瓜子的形状 整齐地摆在烤盘上 烤下160度烘烤上15分钟 这时候形状上比较像了 但是气味上还差一点 所以我们用瓜子皮还有橙皮烟熏一下 这一步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要吃一整天的冰心瓜子就做好了 闻起来像瓜子 吃起来焦香酥脆 中间还要带着薄荷的瓜子仁 追剧的时候最适合来一份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